那我是長安徹師傅的長安 今天的大師說我們過來的劇館 我們都在一起工作 然後邀請到我們 邀請到那個徐老師過來 來分享這個這個名字 什麼名字? 雄狗 雄狗 漢狗 這個叫什麼名字? 雞塞雞 這個名字第一次聽到 那應該是他創辦這樣的一個團 應該是蠻有本土的理念 那這一部分等一下我們要請徐老師 那個慢慢的跟我們聊 那今天有這樣子一個場地的那個藝文的活動 真的要感謝我們嘉義學文化局 我們年輕有為的局長孟凱 那所以我們要來掌聲換一下孟凱 幫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 好 謝謝張媽媽 還有我想徐老師以及在場的所有的好朋友 包括我們軟具團的我們團長 我想今天很特別 那其實剛剛如果說我們到場之後就已經有知道說 我剛剛跟徐老師已經有先大約的聊了一下 跟我們的陳助理都已經互相聊了 了解說他們在台南現在目前在做什麼事情 並且說他們做的東西跟我們想要持續追蹤的 有什麼樣的可以相關聯性 其實非常的精彩 而且我相信我們待會兒 但這類的 丁老師這樣子在做一個他完整的節目的時候 一定會讓他更加的進行 因為這幾場的戲劇有增加的東西 從像之前他那邊弄回來 跟他演的戲劇 我們有跟徐老師先報告一下 我上個禮拜也有一起演戲 所以說我們一起演過一個戲 我的那個紅劇團的好友也在這邊 然後這個也有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也有在咖啡店裡面 就是有互相的來聊天 而且那欲罷不能那個帥哥老師 對對對 人家說把大家拖到說就是要簽名啊要幹嘛 然後拖到說他感覺不太好 所以一半到這裡才回去 那陸戶續續這樣子一半下來 我相信這個東西它是一個累積 它是一個採錢 它是一個乍根的動作 那我們很榮幸可以一起跟 短訓團這邊來做這樣的結合 而且發掘加一次在地的不同的文化 我們就要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演 然後用老師的來講解來變成線 然後變成到說之前的演 加一次會跟大家不一樣 那也希望做今生來的朋友們 都可以互相的來在廣為周知 我們後面還有六場的講座 預計總共有十場講座 然後需要製作能夠讓 新年來的表演 簡單的說完 我們是不是借用各位夥伴熱情的掌聲 歡迎今天的主獎人 謝謝老師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從我們的影片開始就可以介紹了 好 這個叫五肥肉 這是我們的舞蹈裡面有一個戲 五肥肉 那我們是假塞底新民族舞團 有什麼要用假塞底呢 其實是我們到每一個地方都會被問到外面 這假塞底是爽個爛 但是當初我們要轉團轉型的時候 就是因為想要在地化的舞蹈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 最很離屬的 別塞底來當作我們的團 然後我們又取這個別塞底他的精神 它是一個我們本土 好便性很強的那個植物 然後它是一個要用的植物 隨栽隨種隨長 然後韌性很強 生命力很豐盛 然後我們就是取這個精神來 代表我們計時能的精神 好 現在我們就開始了 就是我們從武城來 這個我們是台南的女兒 女兒御扶生的柔道對話 好 這是我的檢定 那謝謝我好 請你的創作 那我早期創作呢 最早開始是源自於我的 我們講的是鬥獎跟踏獎 就是我的媽媽跟爸爸 那爸爸他是一個 一個也算是一個藝術家 他從小對音樂 對這個演戲很喜歡 所以他是讀的是東京一大藝術科 他是表演藝術科 他從小的夢想就是當個演員 然後娶了我媽媽 那媽媽呢 因為也對這個藝術很喜歡 所以他就讓我去學舞蹈 以我這個年齡呢 在那個年代他學舞其實是不多的 但是媽媽還可以買不到吧 那我去學舞 然後而且我的老師呢 還是一個外省人黃建老師 他是全台灣第一個 那個農雅學校的老師 他是這個黃建老師很有名 他專門在農雅學校是教的那個舞蹈 是用打節奏去教學生 那我從他的身上學到了很多 因為他又是美術老師 又是音樂老師 然後又是舞蹈老師 這個老師對我的啟示最多了 但我整個以後的舞蹈的邊 那個邊舞方向改變很多 就是因為他節奏性很特殊 然後他因為是美術老師 所以他的那個配色 服裝配色又是有他自己那個色彩感 那我也從他的中間學到很多 他隨時演出身上少了一個顏色 他覺得不對勁 他隨手拿了一條袋子來 他身上一把整個顏色就把它調出來了 這些都是我從他身上學到 而且他那個年代 他就不是專門編的那個民主舞蹈 他的舞蹈已經是創作性 那時候叫做現代舞 就叫中國現代舞 所以我從他那時候 已經學到很多創作的舞蹈了 那直到我結婚了以後 我的客廳就是一個舞蹈教室 我們家沒有客廳 那客廳就是舞蹈教室 小孩子就放在房間裡面睡覺 然後外面帶著學生上課 然後一步一步的 然後再辦到那個真正的舞蹈教室去 然後再整個開始參加 學生的訓練數字好了以後 我就開始參加的舞蹈比賽 因為當年我就是不知道怎麼樣去表現我自己的舞蹈 我想要讓很多人看 可是我沒有辦法去做這些宣傳的工作 那我那時候只參加舞蹈比賽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參加台灣區的民主舞蹈比賽 但是我還是以創作為主 我編的時候那時候叫中國現代舞或者是中國創作舞 那我編了一系列的很不一樣的 那個像磐石洞、火之舞、鎮燕、水化江山、柳 這些都是用了中國的古典舞的東西 或者是大陸的一些那個道具 把它變化成比較創作的東西 比如像這個磐石洞就是那個寫那個蜘蛛精 那蜘蛛精它的吐絲 我就用的彩帶白色彩帶來吐絲 然後來表現那個蜘蛛在他們的那個結王 然後捕捉那個人類啊 這些的那個動作 然後火之舞就用了紅色的長袖的水袖 去表現了火焰的強弱 那個還有那個火焰的一些表現 那再來一個鎮燕就是那個青白蛇 那青白蛇我是用的是青白蛇 讓你想要變成人型 然後如何再變成人型 就讓人家看到那個恐懼的一個心情 然後利用他們的身體的蠕動 還有腳又像蛇又像人的那個腳步 去表現了一個青白蛇兩個姊妹的心情 再來一個水畫江山 我用了白色的水袖 就像那個國畫的毛筆字一樣 畫了江山 畫了山水 畫了瀑布 然後還有一個柳是用了綠色的水袖 去表現柳的那個搖曳 柔軟 韌性 那個整個那個 二次的分別 溫柔的那種 那個療癒的心情 心情這樣子 我剛才有無數的那個樣子 二次的影子 那這個是當年小時候的我 邊舞著 就是那麼小的時候 我們的家庭 爸爸媽媽還有整個家族這樣子 這是我剛才講的火之舞 火之舞就是用的紅色的水袖 那個水袖的尾巴是黃色的火焰這樣子 然後表現了整個火 火的那個強烈的 或者是弱的整個那個火的那個狀況 還有綠色的那是柳 表現的柳 然後這個上面 上面右上角的 那個就是蚊子洞 用吐絲的然後出來結網 然後那個蜘蛛精的那種增淋的 或者是滬妹的 要去勾引人家的 要去抓人的整個那個狀態 然後最右邊的就是白色的水袖 我用水袖去表現的山水 這是瀑布 它的那個整個那個噴水的情況 噴泉的 還有雲霧的山的一個風景 那個最左邊這一個 是我把那個大陸的那個手卷 會鑽的手卷 我把它變成雪花的片片 讓它去轉動 然後加上那個雪花下來 整個是那個雪花 然後裡面穿著紅色的衣服 那個梅花的紅色的 慢慢的那樣的解見出來 經過了風雪 然後去壓他們 然後他們怎麼樣從寒風中去掙扎 然後種成一朵梅花 那我用白色的衣服 裡面穿著一點點粉紅色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旋轉旋轉 把那個裡面的紅色的慢慢站開 站放出來 到最後把白裙子一脫 就變成梅花展開 那這個應該是從94年到98年之間 我每一年每一個舞蹈 大概就是每一次的全程的舞蹈比賽 都得到冠軍 也得到最佳兵舞獎 但是我自己心中有一個奇怪的思想說 我最應該是跳這種舞 因為這種舞基本上我還是利用到大陸的舞蹈 利用大陸的元素 那我心中還是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想法說 我到底應該要走什麼的 我到底要編什麼舞 然後又加上去 到了四五十歲 我已經有更年紀了 所以我大概有十年的時間了 幾乎不太能動 不聽音樂沒有感覺 編舞就是小小的編的 學校的上課很正常的上課 然後小小的編舞五馬這樣子 但是沒有很很強烈的意外說 我有什麼樣的創作 那整個身體狀況 因為又是跟你一起 所以身體都是不舒服的 頭痛哪裡痛哪裡痛 一直都是很不舒服的 好 那知道了 有一天我去我們那邊有個洛爾門廟 他拜那個拜的是馬祖 那有一天我跟著先生 開始過了馬祖康明的入口 那忽然間我就覺得身體很不舒服 然後跟我先生講說 我覺得我 我就抓著門把說 我覺得我的人好像要廢出去的這樣的感覺 那我在講的時候 那個好像是我的靈魂把這個 窗口那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推上去 那是很奇異的很奇怪的感覺 那我先生說 可能馬祖在叫你 他請我們去拜一下這樣子 我們就開車過去拜一拜 那一次去拜了馬祖以後 有一點點的感受給我了 我就編了一個淨香的舞蹈舞劇 專門為馬祖兒編的一個舞蹈 那一次是第一次把台灣的神影 然後變成了舞蹈 再來 這個時候呢 有 我因為孩子也長大的話 女兒啦 兒子也都長大了 但是我有一個很愛台灣的女兒 她比我還愛台灣 她幾乎是愛台灣的整個書 還有愛台灣的那個房子 還有愛台灣的一些古老的家具 她一直尋找這些東西 也愛台灣的房子這樣子 然後她就去讀了那個台灣的台文研究所 成大的台文研究所 然後她就一直鼓勵我 說媽媽你可不可以試著聽聽看看 我們台灣的一些舞蹈 把她台灣的故事把她編成的那個舞蹈這樣子 那其實像我們這個年代 其實那個時候是比較威權的時代 就是說上那個長官講什麼啦 或者是上面講什麼我們就聽什麼 幾乎沒有一種否認的心理 就是完全是接受了上面的一個 愛台灣一個對國家的那種愛度這樣子 完全沒有去反駁 但是因為也因為女兒了 她對她在那個年代 她是6700年代的 剛好是威權時代跟那個自由影子的時代中間 所以她接受兩種的那個思考 她轉變成她愛台灣 她鼓勵我 試著找看看可以編台灣的舞蹈 然後我有一個很愛那個電子音樂的兒子 他都是偏偏是捧嗆捧嗆的捧姿捧姿的 他會做這個他很愛做這個 然後穿個滑褲然後漸漸在玩他的音樂這樣子 就是兩個很台的那個兒子跟女兒 那讓我那個時候受很大的衝擊說 為什麼他們會變成是這樣子的孩子呢 然後呢 那也那個女兒呢 試著說讓我從我的爸爸或者媽媽身上 可以從他們的身上可以找到 這是我的家族 爸爸跟媽媽 那是不是可以從他們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故事 來表現我們台灣的舞蹈這樣子 然後我就盡量的從 因為媽媽呢 她曾經在一個台南的林百貨公司 台南就最全台灣第二間的百貨公司叫林百貨 媽媽曾經在那裡當百貨公司的小姐 然後她津津樂道就是說 她是陪著那個她的朋友去 去徵選百貨公司的小姐 結果朋友沒有上了 她被徵選上了 她津津樂道 因為她是覺得很光榮的事情 那有時候的薪水很高 然後又每天又有制服穿 穿著高跟鞋要化妝 打扮得很漂亮去上班她很開心 然後我就試著說從我的媽媽的身上 或爸爸的身上的故事去找台灣人的身體 到底要怎麼樣跳舞 所以這個就是在2007年的時候 我們台南的文化中心有一個週年慶 那週年慶我們就很多的舞蹈團 大家一直抽籤 抽到哪一個年代、哪一個年代 我們剛好就抽到高和時期的年代 那剛好就是媽媽在日據時期 就是在這一間叫做林百貨 那時候叫做我站的話 我站的話一樓可能就在賣禮品 二樓可能是餐廳 然後那個他們是時髦的東西 就是喝咖啡、喝咖啡 然後吃巧克力、還賣巧克力 還有禮帽、西裝、怎麼樣 然後上面還有油樂場 在最頂樓的地方還有一個神社 他們那個店員每天照相 都要到神社去拜拜 拜拜完了以後再開始下來 清潔工作整理那個道具 整理他們賣的東西、產品 然後經理再來開門 然後全部的店員就出來開門 這是我經過媽媽的田調 然後他告訴我這一些的 他們在百貨公司裡面的一天的行程 但是當時我還是不知道 他不就是賣東西嗎? 他不就是電梯小姐? 喔對!這一間還有一間 還有一個很濕滑的東西叫做流龍 就是電梯 在那個年代有電梯真的不多了 可能台北一間我們這一間這樣有流龍 那有電梯小姐 但是當時我就不知道要怎麼編舞 電梯小姐我就開門關了他 那百貨公司小姐不就是賣東西嗎? 這怎麼編成舞步呢? 對我來講有種舞公司跳舞主導的老師 然後要編很現代的舞步 要穿個現代的舞要跳這種現代的舞 海南 那是當年我們媽媽年輕的時候 在那個叫做海雅系 那間百貨公司叫海雅系 你看他當年都摩登 在日據時期其實是很先進的時期了 那個劉媽媽應該很清楚 中媽媽 對那個時代你看 他們穿的服裝以我們現在來看 其實一點都沒有退流行 還是很時髦的 那我們就是從這邊去研究出來說 他們的服裝 然後化妝要怎麼做 然後他們的表情 因為日據時期必須要很保守 然後用很文雅的 然後整個人的氛圍就是比較封閉一點點 但是又有一點開放 所以叫摩登 又叫摩登時代 我們就從這裡面找到很多的元素 然後去編了這支 這是媽媽 你看這個年代 還幾% 現在的媽媽可能還幾% 也不是很多吧 對 然後你看媽媽那個時候 那後面那個是我們排的男朋友 沒有你的骨頭皮 然後你看媽媽還要戴帽子 戴著皮包 在當年講那個時候 你看看真皮的皮包 穿著洋裝 穿著皮鞋 然後還可以照相 你看你可見那個時候是多火燈 好 這是爸爸 你看爸爸 這樣有沒有 有夠時髦 你看這是東京歷大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學生的服裝 還要手提供 因為日本很冷 然後你看他那個還會彈手工器 然後他的自拍相 夢然照 然後還戴著那個學生帽 這樣子 整個那個年代 是 他們真的不錯 要不然媽媽也不會習慣 這是他們的結婚照 你看媽媽爸爸還騎馬 那終於怕上來的那種婚禮了 可是我有看到他們被撕破的那個結婚照 兩個人還是會吵架 不過他們還是很多的故事 甚至把他口試掉 這下很細很細 然後後來又給他黏起來了 整個那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故事 我們就從這裡面找到了很多的元素 好 那爸爸就是因為愛女素 所以他對爭錢是很不樂中 所以媽媽沒辦法 就要養家活口 他就開了一間美容院 那在美容院我的印象當中 過年的時候 或結婚的時候 我們折高折高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去幫忙洗個頭 都不會洗 可是那時候你去洗人家都很開心 有人做就好了 他很開心 那我就很多的印象 很多的小姐就坐在那邊 一天都想要刮頭是不是 刮得很蓬很蓬很蓬的 然後媽媽也因為給人家做頭髮 然後還要幫人家化妝 給新娘子化妝 那時候的新娘化妝 他必須要半夜的時候要結婚 所以都會有那個三人車來接他 然後他去給新娘化妝 然後我們就能不能成功再拿回來 為了這個爭錢來實在很辛苦 但是爸爸一直是在他的理想當中 如果爸爸是現在這個時代 他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藝術家 他可能有很好的投入 就是在當年那個時代真的是 他當藝術家真的是不容易生活啦 所以我們就編了這個昭和摩登這一齣戲 在全美戲院演出 好 全美大戲院 它是一個我們台南是很古老的戲院 也就是李安導演他最愛在那裡看戲 他小時候就在那裡看 好 我們就找了這個全美一個很老的戲院 在那邊做一次全台灣東京人做的路館 在那個戲院裡面演出 那拍下來的這張 好 那這個是裡面的電梯 兩個電梯小姐 他後面是百樂公司小姐 那我穿上的洋裝呢 穿上的皮靴 他們那時候也要點綿液 還要很紅的口紅 但是他們的表情 他們的動作 又要很文雅的 很封閉的 不能太open 不能鬥詞 那其他的舞步呢 我們學了一些日本的一些舞踏的舞步出來 然後用了比較畢數的腳步 畢數的表情去給他們編的這些舞蹈 那一些基本動作 我還用到了民間舞裡面的秧歌的舞步 那時候我不敢用 我怕被舞蹈界的人說 你怎麼會用這個民族舞蹈的秧歌 來跳這種舞呢 會被批評 但是呢 女兒就努力我 媽媽沒有回答 這是我剛剛講的 他一直努力我 媽媽沒有回答 我試看看 因為穿上的那個 那個時代穿的 跳起楊哥的動作 肯定有一番碰會 一定有不同的姿勢出來的結果 真的出來的動作 不要受 就是那個在民間跳的那個 那是我在現在的廟會 中古高原泡的廟會 然後也站著啦 手劍啦 也有去的那一種的東西 對 那它的漾歌有各種各種不一樣 對 那我比較喜歡某一個漾歌 那我就把那個舞步拿出來裡面用 像這個可愛的動作呢 我是覺得說電力小姐有什麼樣子 不妨開放一下想說一個表情 給你們做一些很Q的動作出來 那這些都是一種一種敬禮的東西 然後其實他下面的腳步 我要出現的腳步 就是已經變成羊哥的腳步出現了 因為我最愛教做羊哥 教做好看的不得了 你們如果知道這些羊哥的話 他真的很漂亮的 從腳下開始轉動到肩膀的那個甩動 真的漂亮不得了 又美又好看 那我就一直研究那個裡面賣了什麼東西 你看看我有咖啡 那個時候有膏兒乳球 然後有那個牙刷牙膏 那個時候也應該不是黑人牙膏 可是他也是賣牙膏 然後這邊是明治巧克力 有沒有 還有禮貌 好 這一些東西 這也都是裡面的一些 來表現他們裡面 百貨物資裡面小姐的動作 好 那 這是200 對 10000 200 2007到200 我們只有一個舞的時候 就是2007 然後整個我們在那邊 這舞蹈是2010這樣 今年6月 那6月我們是要結合整個 你看的雙部群合在一起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給你看一下 一小片 一小段我們的那個宣傳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我們裡面很多的舞蹈動作